深山骑士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 九月的一天 在大兴安岭苏克邪鲁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 王小高兴得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 因为妈妈要带他去山里看爸爸了 王小的爸爸叫王山林 是一个守林人 这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回来讨些补给 待不了几天又要回去 于燕立想丈夫 借口给他送补给 其实就是想跟他见见面 说些话如果有机会 还可以亲热一下 下午十分 母女俩来到王山林的小屋 不巧的是王山林去寻山了 到天擦喝才回来 看见母女俩 王山林高兴得合不拢嘴 忙着呀 做饭烧水 于燕立称怪王山林有意躲着他母女俩 王山林 憨厚地笑着说道 嘿 你怎么可能呢 于燕立说 晚上我们不回去了 你看着怎么办 王山林黑黑笑着 忙得更有趣了 天黑下来 一家三口 吃着热气腾腾的猪肉炖粉条 王小坐在爸爸腿上 缠着他讲故事 王山林笑呵呵地说着 说山神 白那恰的故事 说自己在寻山的时候 制服大灰狼和大灰熊的故事 王小眨巴眨巴 水灵灵的大眼睛 听得是如痴如醉 直到安静地睡了过去 王山林把女儿放进被窝里 笑眯眯地看着于燕立 于燕立会议 红着脸 躲避着丈夫火辣辣的目光 就在这时 山风骤起 打得护林雾 噼噼啪啪作响 王山林和于燕立走到屋外 却见柳絮般的雪花 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 暴风雪提前了 护林屋 离村子有十多里地 暴雪已至 又是风高月黑 王山林送妻女回去 已经是不可能了 于燕立显然没有意识到 有这么大的麻烦 就说道 困在这里正好和你 踏踏实实过几天日子 但王山林的心里 却不踏实 屋里的补给 是一个人的标准 三个人消耗起来 很快就会淡尽良绝的 好在于燕立 这次带来不少补给 问题不太大 但小屋里的寒冷 不是家里可以比的 怕老婆孩子吃不消 但事已至此 只好听天由命的 这第二天一早 王山林和于燕立起了床 来到屋外 一夜的大雪 将大兴安岭高高低低的山卵 遮盖得平平坦坦 但这平坦的下面 是一处即发的危险 于燕立和王小 得有一段时间回不去了 王小也起床了 但很快 她开始咽喉发炎肿痛 鼻涕流个不停 她感冒了 脸色潮红 浑身发抖又低烧 这屋里没药 向外求助也不大可能 夫妻俩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女儿 遭受病魔的折磨 王山林把女儿 塞进厚厚的被窝里 又烧了热水 灌了满满的热水袋 把热水袋放在女儿的胸口 于燕立把冰凉的湿毛巾 捂在王小的额头上 给她降温 但这一切努力都不管用 王小的感冒症状 越来越严重 王小没有吃饭 昏昏沉沉地睡着 可是睡不着 她不时地咳嗽着 咳起来就停不下来 她小脸被憋得紫红 眼泪刷刷地流着 到了下半夜 王小可血了 光着女儿难受的样子 于燕立的眼睛里有了泪水 王山林也焦急地直揪头发 一家三口一夜无眠 心得一天又倒了 雪停了 还出了太阳 但通往山下的路 一时半会儿 还是不能行走 王山林硬着头皮药回去 找医生拿药 但是于燕立拖住了她 那样的话 风险太大了 她还不能让丈夫冒这么大的风险 王山林无奈 只好停了下来 她搂着昏睡的女儿 轻轻拍着她 哼着摇篮曲 于燕立一旁默默地坐着 心疼地看着丈夫和女儿 心中忽然一动 可不可以求山神来保佑女儿 苏克邪鲁山区有一个传说 山神白纳恰无所不能 山民受猎打鱼所得 采集采伐所获 都是那白纳恰所赐 而山民外出受伤出事故 也是白纳恰的惩罚 白纳恰还有一个特点 她愿意解救山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有个条件 被解救者的痛苦 要转嫁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于燕立悄悄走到屋外 来到一处地势超高的地方 她坟墓围乡 虔诚地跪在那里 双手合拢 轻声祈祷 无所不能的山神白纳恰 求求您可怜可怜我的女儿 求求您救她出险境 我情愿把灾祸降到自己身上 由我来背负女儿身上的痛苦 只要您救了我女儿 日后我天天为您祈祷 年年为您供奉 说吧 又是三寇九拜 这祭拜完毕 于燕立回到了家里 看见王山林还在焦虑地哄着女儿 她走过去 小声对王山林说道 你好几天没睡踏实了 歇会儿吧 我来看女儿 王山林说了一声好 一头倒在床上 汗水过去 女儿也暂时安静下来 眯着眼睛睡着了 望着丈夫和女儿 于燕立响的心事 老实说 虽然刚才虔诚地向山神祈祷 但于燕立心里还是空牢牢的 于燕立读过初衷 接受过唯物论的教育 平日里是不相信有鬼神的 世上的人与世 往往都是这样 无路可走的人 需要有信仰支撑 如果自身改变不了命运 不寄托于鬼神 又能怎么办呢 但是奇迹发生了 中午时分 王小睁开眼睛无力地说道 说爸爸妈妈 我好饿 我要吃饭 这夫妻俩像是听到了天籁之音 这可是女儿病患好几天来 第一次喊饿呀 想吃饭就好 王山林和于燕立 乐不可知地忙碌起来 齐心协力做好一锅猪肉炖粉条 于燕立给女儿端来满满一碗 王小一口气将热气腾腾的猪肉粉条吃下 吃完后竟出了一身的汗 王小烧退了 咳嗽的密度也越来越稀 半晚的时候 她起床了像一只小鸟似的飞来飞去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于燕立开始鼻塞咽喉痛 接着开始发起烧来 紧接着咳嗽起来 和刚刚脱离险境的王小鸭的病状是一模一样 这就是说山神白那恰 真的听从了于燕立的祈祷 把王小鸭身上的灾难和痛苦转嫁到于燕立身上了 于燕立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王山林急得呀 像头被困在笼子里的困兽 有好几次 她又硬着头皮回村里 都被妻子和女儿拦了下来 王小也哭成泪人了 妈妈每一次痛苦的咳嗽 都像在她小小的心坎里弯了一道 这一天晚上 高烧状态的于燕立忽然说起胡话来 显灵了 山神白那恰显灵了 王山林痛苦地看着于燕立 手足无措 谢谢您 白那恰 等我病好后 我一定好好感谢您 于燕立还在说着 这王山林听得纳闷了 问于燕立怎么回事 迷迷糊糊中 于燕立把自己囚山神白那恰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王山林的眼泪流了下来 他搂着于燕立说 我的好老婆呀 但随即他又笑了起来 因为他找到了解救妻子的路 王山林来到屋外 找到一处地势烧糕所在 他坟墓为乡 前程跪在那里 双手合拢 立于胸前 他闭着眼睛轻声祈祷 奇迹终于在第二天中午出现了 于燕立的烧退了 能下床走动了 咳嗽也没那么剧烈了 离奇的事情继续发生 王山林开始鼻塞咽喉痛 接着发起烧来 紧接着咳嗽起来 和脱离险境于燕立的病状 是一模一样 山神白那恰 真的听从了王山林的祈祷 把于燕立身上的灾难和痛苦 转嫁到王山林的身上 第十天上午 林厂的履带是拖拉机 给王山林送补给 将还在病状中的 王山林和他的家人 接下山 不日 王山林脱离了危险 许多年过去了 王小已经长大成人 他大学毕业后 成了一名医生 在城里安了家 有了乖巧漂亮的女儿 女儿动视后 王小时常给他讲 发生在首林屋里的 神奇故事 讲得女儿 扑闪着大眼睛 连连称奇 其实王小早就知道 几十年前 发生在他们一家 三口身上的事情 并非山神赐予的奇迹 而是科学规律所然 王小的抵抗力最弱 最早患上感冒 余燕丽的抵抗力 稍强点 随后患病 而王山林的抵抗力 最强 他是最后犯病的 而他们先后康复 不过是身体抵抗住了病毒 产生了抗体 最终痊愈 这些和山神无关 但是王小还是不想 用这冰冷的科学道理 来教育女儿 他宁愿女儿的心灵里 有一个山神 这关乎信仰 爱和温暖 掌灯课 第一集 我到李庄的时候 天还没黑 正在吃饭的人家 一张方桌 几个马杂 一家人聚在一起 其乐融融 尚未开饭的人家 也生起了鸟鸟催烟 没有城市的喧嚣 这一切为宁静村庄 添加了一丝祥和的气息 然而此道李庄 却并非是为了这情景 而是为了听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掌灯客的故事 掌灯客 客灯之长者 客之来者 灯灰 客之去者 灯恶 这句从古书上意外看到的话 让我对掌灯客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经探寻 终于在李庄 得到了一丝线索 老者的家甚是隐蔽 事实上 如果天未黑 我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 当夜色 将这个古朴的村落吞噬 当这个没有被先进科技 侵夺的村庄 真正沉寂下来 一处自散着微黄烛光的小屋 就分外耀眼了 寻光而去 简陋的茅屋 遍布油灯 燃烧 灯光摇曳 暗急已是陈酒 一老者在竹席上盘坐 眼睛微闭 先生可知掌灯客 老者眼微睁 须让一下 客家稍作 身体却为大动 又是不言 先生可知掌灯客 我又追问了一句 这次老者 却是睁开了眼睛 这灯 我却是知道 这掌灯客一鸣 却在无了 那这灯 老者却为直接回答 反是问了我一句 客家 可知灵灯 倒是知道一点 想了想 我整理了一下 之前所有了解的 传闻人生来 身上带有洋火 火载则白鬼不侵 洋火随着成长 而逐步变化 又是最弱 老是最残 而正直壮严 则洋火最盛 洋火盛极了 便会凝制为灯 这灯便又叫做灵灯 在一些传说中 每个人都有两盏灵灯 左右间各一盏 行夜路时 若左右摇过 灯便会熄灭 便会遭到阴气的侵袭 老者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打断我的话 客家所说 大体正确 然而客家可知 这灯 共有三盏 三盏 灵灯 应洋火而生 对人之三魂 以明善 居人之左 以明恶 居人之右 最后一灯 明平常 通常选于额上 然而若有意外 人便丢了魂魄 丢了魂魄 便是飘走了灵灯 而人若是丢了灵灯 轻则浑浑噩噩 重则丧命 掌灯客 便是要巡回这 飘散的灯 并且掌管 若是灯药 则人生 若是灯灭 责人亡 老者顿了顿 又看了眼满屋的灯光 继续说道 李庄 曾有一个灵者 说是灵者 不过是会些许异事 倒是和你有些相像 老者玩笑了一句 又说下去 灵者 是这一片地区的掌灯客 其实一个地区 掌灯客并非一人 但掌灯客之间 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不能相见 而这个灵者 不但破坏了这个规矩 而且还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不能相见 对 不能 老者眼中有些迷茫 却很快又清醒过来 据说 掌灯客掌灯 本身就是一种违反天道的事 逆天而行 怎么可能有好结果 不过天连掌灯客之苦 倒是并无其他 倒是并无其他惩罚 反而多了长寿的好处 但却不能相见 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定 没有哪个掌灯客 互相见面 掌灯客也只是会些 异式的普通人 不可能去违反些忌讳 这不成文的规矩 也就继续不成文下去 但凡事都有例外 就比如这个灵者 那个灵者 见了其他的掌灯客 这老者却并未回答我这个问题 反而叙述起另一个故事 其实 掌灯客还有一个禁忌 掌灯者 不能把灵让常人看到 那灵 普通人是接触不了的 说掌灯客是普通人 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灵是人之魂 一点的失常 便是关乎性命的事情 寻常人接触到了 几盏灵灯便会相互影响 至于到底会发生什么 没人知道 也没人可以研究过 但有些事 却真的 真的发生了 老者平淡地叙述着 除了微动的嘴唇和喉结 再无活动的地方 房间里遍布寂寥的恐怖 除了老者的叙述声 甚至连呼吸声都没有 我不自然地环视一下 灯光摇曳 相互之间似乎有着什么 发生了 老者又重复了一遍 眼睛里有些茫然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 老者的眼里 茫然突然变成一种恐惧 甚至连声音都颤了一起来 封闭的房间 突然刮起一阵微风 灯光呼灭 又突然亮起 微弱地摇曳着 掌灯客 第二集 整个礼装的人灵活都乱了 知道吗 整个礼装的人呢 老者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混乱的话语与之前所述似乎有些不同 继而老者又茫然的沉默 我简单整理了一下思绪 老者的大概意思就是 某位掌灯客意外让普通人看到灵灯 继而引发了极大的混乱 可是混乱是什么呢 行尸走肉 老者说了这四个字 整个人忽然变了一种状态 一种莫名的威严散发在外 整个村的人灵灯都乱了 你能想象到那种场景吗 灵灯不断地交换 甚至飞走 整个村庄都乱了 有的人性格突变 有的人浑浑噩噩 还有人发了疯 学狗学猫学 总之 整个礼装都废掉了 废掉 那 我追问一句 老者转头瞪我一眼 犀利的目光和之前判若两人 但老者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 废掉了 懂吗 整个礼装没有一个正常的人 这样的礼装还不叫废吗 废了 老者 老者锐利的目光 却又突然茫然起来 继而又转变语气 说起礼装废掉的原因 还记得之前说过的灵者吗 我有些发愣 不太适应老者转变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你是说 你是说那个犯了禁忌的灵者 就是与其他掌灯科相见的灵者 对 就是他 你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犯了禁忌 相见不应该是两个人的事吗 经老者这么一提 我忽然反应过来 相见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犯了禁忌 可是 如果另外一个人死了呢 死了 嗯 另一个掌灯科 死了 被 被那个灵者 害死了 老者缓缓地说着 摇曳的灯光似乎又暗了些 其实 他没告诉你吧 他 我刚要发问 老者继续说了下去 其实 让普通人看到灵灯的那个掌灯科 也是那位灵者 最初的最初 灵者也只是好意 背负在掌灯科身上的宿命太久了 也太沉重了 其实 他只想做回一个普通人罢了 正是年轻 正是年轻 谁没有一点充劲 大概灵者也是这样 总之 他用各种方法去尝试 比如让普通人 结果 也就是那个样子了 灵灯的混乱 引起了其他掌灯科的注意 于是 也就那样了 老者突然又苦笑 这是宿命 掌灯科的宿命 与灯泽险 相见了也就 那怎么说 灵者害死了另外一个掌灯科 屋内的灯忽然灭了 一声鸡鸣 屋外隐约有了曙光 老者的声音又变得严酷起来 只是啊 再也看不清老者的表情 我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吧 当年的灵者 确实是想摆脱那种宿命 可是在违反了不能让普通人看到灵灯的禁忌后 他未明了 也退缩了 当他看到温讯而来的其他掌灯科时 他的第一反应是 害怕 于是他犯了一个比之前更严重的错误 他没有去补救之前的行为 而是杀了另一个掌灯科 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掌灯科彼此之间虽然不能见 却是生生相惜 于是最后的结果是 他们空想了生命 变成了一幅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最后的最后 甚至他们只能在夜间出现 可笑啊 可笑啊 你现在还在想这些吗 老者的声音又起了变化 年轻人 你不觉得其实你和当年的灵者很像吗 有些东西不能去触碰 鸡在鸣 头毛忽然有些发晕 只是老者的话语再也听不清楚了 在睁眼时 一时黎明了 脑海中最后的印象 只是老者重重叹息一声 空旷的土地 杂乱的土石 一切似乎都未存在过 老者的话让我沉思 不过 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梦想就该去拼搏 不是吗 至于他们知道我的秘密 大概是 李庄的清晨有些异样的宁静 纵然有催烟鸟鸟 但这里依旧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 突然又想起来李庄之前的一个故事 在李庄 夜里总会有人给人引路 只是灯 却没有人看到 故意意或其他 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救赎物呢 只是那夜间充满微黄的小屋 似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了 夜半钟声 罗华一家住在郊区 虽然那里的环境不怎么好 可是房子还算便宜 罗华和他结婚不久的妻子 在这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 对于上下楼层的住户比较熟悉了 这一天 罗华的爷爷 给这对刚结婚不久的小两口 送来一口十钟 这钟呢 只是民国时期常用的那种挂钟 而现在 对于这种钟 还是少见 据爷爷所说 这挂钟卖出去的话 也能支不少钱呢 罗华指着钟对妻子说道 可是妻子 却憋嘴道 现在哪里还有人用这种落后的钟啊 妻子不满地看着罗华 嘿 别这样说 好歹也是爷爷的一点心意嘛 罗华一把把妻子抱在怀里 安慰道 这口钟呢 每经过一个小时 便会发出咚咚的声响 这声音可不是那么清脆了 反而有一种厚重感 似乎有一种沧桑的感觉 没错 就是一种沧桑的感觉 每当发出声音的时候 罗华心里 仿佛也会随之跳动 压得心里似乎喘不过气来 罗华的妻子 更受不了了 每当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 总会被那声音吵醒 这天晚上 妻子又被吵醒了 对着罗华便一顿嚷嚷 去把那钟取下来吧 吵得我真受够了 罗华也觉得呀 很是不妥 这实在是太吵了 吵得都不能安心睡觉了 罗华起了身 打开卧室门的一刹那 他正正地站在门口 就像呆着了一般 罗华只见客厅里 那钟下居然站着一个人 看不清样貌 因为那人的头发实在是太长了 甚至于遮掩住了那人的容貌 一身白色衣服 长发披肩 遮盖住了眉目 如同古代驶展的犯人 罗华一愣便开口问道 你 你是谁 怎么会在我家里 罗华此刻硬着头皮 他只觉得自己背后发麻 如同一根根针扎在背上 随着罗华声音传出 那白衣人随即抬起了脑袋 可是罗华却看不清那人的面目 而是浑身一哆嗦 感觉那人正狠狠地盯着自己 罗华一声怪叫 屋子内的床上 顿时传来妻子的声音 罗华 罗华你怎么了 妻子边说着 便往门口走去 正当妻子来到门口 往挂中的方向望去 而刚才那白衣人转过身 消失不见了 妻子满心疑惑 可是罗华却是满心的恐惧 背上的汗 都把衣服打湿了 罗华你到底怎么了 妻子疑惑地看着罗华 还用手在罗华眼前晃了晃 随即罗华回过了神 可却是满心的震撼 以前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可是如今这一幕 又该做何解释呢 不能让妻子知道 不然 不然肯定会吓坏她的 罗华心里说着 随即便到客厅的挂钟下 取下那口挂钟 罗华将挂钟放在衣柜 怀着满心的忐忑 和妻子躺回床上 可是刚才那一幕 却在罗华的脑海中 挥之不去了 一夜 罗华心里却一直是 久久不能入睡 心中充满了不安 只能是躺在床上 静静地叹息了 看着一旁熟悉的妻子 不由觉得很是内疚 自己没钱没车 妻子还跟着自己 如今有了房 可是没想到还有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罗华怀着忐忑的心情 渐渐入了睡了 第二天 罗华早早去上班 临走前 罗华拿出柜子里的挂钟 准备扔掉 毕竟昨晚的事 在罗华心中 还是历历在目 并且还反复叮嘱妻子 今天可以到处去玩玩 不要整天待在家里 下班后 罗华拨打妻子电话 却是一直都是关机状态 罗华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了 连忙赶回家 生怕妻子出了事 一路上无数次拨打妻子电话 可始终传来是一个冰冷的声音 罗华虽然扔掉了挂钟 可心里却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到了家门口 罗华使劲地按着门铃 可却是久久不见开门的声音 罗华顿时慌了神了 联盟掏出钥匙 颤抖的手始终是不能打开这扇门 罗华一心只担心妻子 心里顿时是后悔万分 明明知道这房子有了鬼 为什么不告诉妻子 是因为罗华担心妻子 因此不敢在这里住了 而是自己没有钱再购房 如果妻子没事的话 那一定把房子卖了 罗华咬着牙齿 终于门开了 屋内静悄悄的 没有一丁点响动 罗华连忙大声 叫着妻子的名字 心中是焦急万分 他怕 怕妻子真的出了什么事 他不敢想象 没有妻子的日子 突然 厨房传来一阵 啪啪的切菜声音 罗华一愣 往厨房跑去 只见厨房内 妻子正用着菜刀 夺着鲜红的肉 只见妻子的手 不断地往下 剁着那鲜红的肉 尽管那摊肉 已经被剁得很烂很烂了 可是妻子 还是如同着了魔一般 不断地剁着 罗华心头狠狠一颤 你在干什么 罗华颤抖的声音 朝妻子喊道 可妻子却没有丝毫反应 还在不断地剁着那摊碎肉 罗华一把冲上去 在妻子那儿 把刀夺了下来 你在剁什么肉 罗华心惊胆战地 朝妻子吼道 只见妻子的双眼 竟然全是白色 罗强吓得一阵哆嗦 手中的菜刀掉在地上 你到底怎么了 罗华摇曳着妻子那瘦弱的肩膀 希望因此能将她叫醒 突然 妻子张开口向罗华咬了过来 罗华一时之间 震撼之中没有反应过来 随即被妻子一口咬住了肩膀 随即 妻子便松开了口 而嘴角竟然在此刻 流淌着鲜血 罗华明白 这是自己的 可是罗华却难以置信 该不会是被鬼上身了吧 罗华睁大眼睛 想起小时候奶奶说过 被鬼上身之后 要狠狠抽醒那个人 不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随即 罗华便一巴掌狠狠地 拍在妻子脸上 而妻子也在这一刻 昏迷过去了 当妻子醒来后 告诉罗华 她在家里看见 一个身穿白衣服的女人 劈头散发 向她抓过去 随即脑袋一晕 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妻子反复问罗华那是谁 为什么要捉弄她 可是罗华明白 还是不告诉妻子好了 罗华和妻子商量 卖了房子 最后搬了出去 可是罗华却永远 忘不了那一幕 蝴蝶旗袍 民国初年 阳风渐进 古老的分州镇 却仍然是一派旧貌 只是兴办了几所所谓的心学 还有女人们的打扮 心潮了一些 小脚放了 腰裤高了 胸口挺了 而男人们虽然不留辫子 除此之外 看不出什么变化 喝酒的烂酒 瓢成的银记 各行各业 感受不了多少革命的味道 吃过晚饭后 吉祥裁缝店的齐师傅 正一手捧了桌子上的 小铜边烛台 埋头找抽屉里 一卷草绿色绣线 吉祥裁缝店 是分州镇最出名的裁缝店 店里做出来的旗袍 做工好 花样多 颇受分州人的欢迎 这方圆济市里的 大姑娘小媳妇 都喜欢带了老妈子 来这里做旗袍 齐师傅 是分州最出名的裁缝 她特别能绣花 绣得比女人还强 尤其是她绣的蝴蝶 跟真的差不多 一副要飞起来的样子 这时 齐师傅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她直起腰 抬头扶正了鼻梁上的老花镜 这看清客人 是位白皙高挑的婀娜少女 正款款地站在店门口 她独身一人 看似孤独落寞 没有老妈子相伴 看来不是大户人家 这齐刘海下的鹅脸蛋 苍白无妆 眉毛上镶嵌颗朱砂质 大辫子歪在胸前 她挽着小巧的黑底紫罗兰银袍 穿一身白底银花的收腰短期袍 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脚上套了一双玫瑰红色高跟鞋 是最新的洋款 这女子浅浅的一笑 问齐师傅 我要做一件旗袍 和一套新郎穿的袍子 三天后来娶 可以吗 齐师傅略微思寸 才答应 三天是匆忙了些 如果姑娘是要办喜事 我只好赶一赶了 这可是不能耽搁的大事啊 人生就那么一回 这女子红着脸 点了点头 一副娇羞的样子 齐师傅拉开货架的帘子 那里有各色花布 同时热心地介绍 姑娘 请选一选款色 昨天新到了几样花款 这是蝴蝶牡丹 这是蝴蝶绣 这是大团圆 桃花绣也不错 这女子 指了指那红色绣着的 金丝绒地说道 就要这种 你还要给我绣上蝴蝶 姑娘好眼光 这款料子如今最好消了 但凡有办喜事的 都喜欢这个 图个喜庆 袍子选什么料 那种藏青色的 很端庄 之后她微笑不渝 但仍看得出眉目里 有些哀愁 整个人肃静得 如同一只 含苞待放的百合 齐师傅帮她量过尺寸 见她抬起手 才注意到 她纤细的右手腕上 系了一根黑布条 一定是家里搬过丧事 交代过细节 她留了一张纸和银子 说 我姓刘 三天后不见我来去 师父可否拆人送过去 齐师傅蒙点头应诺道 这个当然 我会叫人送过去的 目送女子款款离去 消失在巷子尽头的夜幕里 齐师傅这才展开纸条 只见上面写了地址 是历春楼 落款柳倩 齐师傅取下鼻梁上的老花镜 揉了揉浑浊的眼镜 再戴上眼镜 再看 仍是历春楼 历春楼 那是镇子上最繁华的窑子 齐师傅没去过 可听说过 嘿 这姑娘难道是妓女 齐师傅不愿意把她 想成做那种下贱职业的人 看她的气质多高贵 当然 齐师傅没有多想 手艺人嘛 给钱就干活 想那么多做什么呢 三天后的黄昏 齐师傅坐在大桌子后 手里忙着真相活 不时地望一望 衣架上蝴蝶绣的旗袍 已经在架子上挂着了 初夏 极少有办喜事的人家 唯有那件旗袍 夹在蓝黑翠绿 蛾黄的旗袍当中 显得分外夺目 而旗袍的主人 迟迟不见露面 第四日 齐师傅叫小徒弟守在店里 自己将那两套新衣包好了 亲自给那刘小姐送去 那时的分舟并不大 方圆不过几里 走路也就各把时辰 长期蹲在店里 齐师傅也想出来放放风 加上他对那姑娘 心里总有几分好奇 三年前 老伴儿离他而去 好多人给他介绍女人 叫他续贤 他心里啊 始终记着妻子生前对他的恩爱 因此他至今还是单身 年近半百对女人仍有渴望 但他从来没去过烟花柳巷之地 毕竟那不是一个正当手艺人 应该去的地方 齐师傅走在路上 总觉得几分不自然 一路上不免有些遮遮掩掩 生怕被熟人撞见 幸好立春楼也不远 他转过两条巷子便到了 那门口是车水马龙 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女人 在招揽客人 各色手帕是挥来挥去 铺蝶一般 还没开口 早有一个肥壮的女人扭过来 萧萧地问她 过夜不 吃花酒不 齐师傅连忙道 我是来送东西的 送什么 给哪个呀 请问大姐认得柳倩吗 非女人不耐烦地哼了一句 厉春楼的姐多了 我哪里知道谁是谁 女人扭着肥瘦的屁股离开了 嘴里还嘀咕着什么 齐师傅装作没有听见 他不想去招惹这些女人 都活得不容易 何必呢 他又问门口另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男人 男人刚吃过饭 嘴里啊 正咬牙切齿的 掉了一根牙签 掉烧眼一斜 反问道 你是柳倩什么人呢 齐师傅忙说 我是吉祥裁缝店的齐裁缝 柳姑娘做两套新衣 叫我送来 还请大哥给我带个路 送啥旗袍啊 柳姑娘都死了好些日子了 齐师傅没听明白 上前追问 大哥 我说的是柳倩 她是要办喜事呢 大前天还到我店里做旗袍 大哥是不是弄错人了 这落三胡子吃得冷笑 这办什么喜事啊 办丧事吧 忽然又顿住了问 你说的那个柳姑娘 可是又眉上有颗朱纱质的 齐师傅点了点头 想起来一样东西 忙从袖口中 拿出纸条 递给落腮胡子 这落腮胡子 呸得涂掉牙签 颤抖着手接过 看把脸色油红转轻 油轻转白 难难道 不不会吧 明明明已经埋了 明明明已经埋了 齐师傅见他要走 忙扯住他的袖子 大哥 这衣裳 这落腮胡子男人赶苍蝇般 推了他一把 差点把齐师傅 推了个一扬八叉 快快走 快走 这里没这个人 晦气 齐师傅不明不白的 就被赶回了家了 隔天下午 齐师傅的店里比往常热闹起来 原来是李太太和杨太太 相约来取做好的旗袍 两个女人穿的是画质招展 又喜欢扯些家常里短的话题 带了两三个丫头老妈子 在店里忙着 看花布是衣裳 齐师傅起初听他们说呀 这城里谁家又娶了新的姨太太 并不在意 这后头听见一句立春楼 便悄悄留了个心眼 李太太说 立春楼那个狐狸精 总算遭报应了 杨太太问 最近又出了什么新闻 我听隔壁的陆太太成天吵闹 估计是她丈夫又去立春楼了吧 这世道官府说要关窑子 都大半年了都不见动静 这李太太奸笑一声 忙用手帕捂着嘴 忍住笑道 可不是呢 昨天听见王太太说的 立春楼最红的景 前些日子吃耗子药死了 啊 这杨太太嘴巴张得 放得下一个鸡蛋 那 那个 为什么死了 那个 叫什么 啊 叫柳倩的 有钱当官的 喜欢听曲和花酒的 谁不知道她呀 前些阵子 听说她从前就相好 拿钱来赎她 立春楼的妈妈哪里肯呢 故意抬高了价钱 偏偏那个人又是个穷酸鬼 来缠了好几次 终于受不了那番侮辱 跑到温锦江 说到这里 两人都沉默了 秦师傅却恍然大悟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女人们终于走了 店里清静下来 秦师傅的内心 却无法平静 对那个叫柳倩的姑娘 总是有种愧疚的情节 等到店里没有客人的时辰 秦师傅来到后院 在烧得正旺的火盆里 烧了许多纸钱 也烧了两套 叠得整整齐齐的旗袍和袍子 几天后 一把大火烧了立春院 其他几个人都逃走了 单单老宝 葬身活害 被活活烧死了 那晚整个分州镇都被炒翻了 那个著名的吉祥裁缝店 也在第二天关门大吉 取衣裳的人喊了半天 也没有人开门 因为那个齐师傅 连夜带着徒弟 跑去贯县去了 继续他的手艺 只是他永远不再绣蝴蝶 一绣蝴蝶 就会想起冤屈死的魂魄 柳倩的身影来 看乡神婆 第一集 我姓周 名字无所谓 我要讲的是我大叔和二叔的故事 我是80后 从小生长在一个淳朴的乡下 爷爷生了三个孩子 都是男孩 这三个人 可真让人怀疑基因的定律了 因为虽然同为爷爷的孩子 但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 我爸 性格是最为中规中矩 为人老实忠厚 早早地结了婚 二十多岁出了头 就有了我了 然后便走出老家 进城打工了 我大叔 六三年生人 人生的是五大三粗 满脸横肉 说话呢 粗声大嗓 脾气暴躁 按老人的说法 就是浑身都是洋气 虽然脾气暴躁 不过呀 主要是表现在 对一些事情的执着 和不肯服输的认劲上 他的脾气呢 倒不是怎么冲其他人发 和村民关系相处的 也挺好的 我小叔 天生比较胆小 据我爷爷说 三个孩子里 最让人不省心的 就是他了 从小生下来 便啼哭不止 什么小儿夜提 丢魂和莫名其妙的高烧 从来没断过 不过 总算是磕磕绊绊的 长大了 这里面 也多亏了村里的一个神婆 若是没有他 我们周家能不能平平安安 走到今天 也说不定呢 而关于小叔成长过程中 所遇到的种种坎坷的故事 也是不以而足 像什么小儿夜提 丢魂等等的事情 太过庸俗 这里不讲也罢 值得讲的一件事 是发生在小叔四岁 大叔六岁的时候 说的是二人的年龄 都处在恰好 刚刚摆脱三岁幼童的懵懂期 又在学校啊 受学校规矩的前夜 比较淘气 尤其是两孩子都是男孩 每天跑到外面野 一直到半晚才回来 这一直以来 爷爷就知道 小叔体弱 而大叔扬起胜 便嘱咐大叔 凡事啊 都得照顾小叔 大叔也是着实 尽到了一个哥哥的责任 不但处处维护着小叔 即便是兄弟之间的争执 大叔也是以一个大哥的姿态 从来不耍包脾气 凡事呢 都让着自己弟弟 这么一天 虽然哥俩跑到外面 也一天才回来 可是啊 只要有大叔跟着小叔 爷爷奶奶就能放心地 让他们出去 可有一天 却出了一件事 当天 俩小孩又野了一天 到傍晚六点才回到家里 奶奶刚好做好了饭 催促两个孩子上桌 因为当时农村里 也没有啥像样的娱乐活动 一般呢 吃完晚饭就很早 吃完了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起还要干农活呢 可那一天 小叔从外面回来 就显得一副 萎靡不振的样子 饭没吃两口 就嚷嚷着 肚子不舒服 吃不下了 想早点睡觉 这一开始 爷爷奶奶也没太在意 毕竟小孩子肠胃还比较弱 时不时闹个肚子 也很正常 看小叔实在是吃不下东西 也就没有强求 只对他说 既然不舒服 就早点上床休息 可是没想到 小叔到了床上 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嚷嚷着肚子疼 到了晚上十点的时候 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这稀里哗啦地 透了一大盆 有腥有臭的东西 这下呀 爷爷奶奶心里 可就有点犯低谷了 奶奶开始责怪大叔 说 让你照顾好弟弟 你怎么照顾的 是不是在外面 捡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吃了 这大叔呢 支支吾吾地回答 没有啊 小叔吐了几次 算是不吐了 可到了后半夜 开始发高烧 进入昏迷状态 这下爷爷奶奶可急了 这当时可是没有120的 这大晚上的 只能背起小叔 借一辆旅车 往郊区的方向跑了 这本来盘算着 先去镇上的小医院 挂个急诊 可没成想 爷爷刚背着小叔 走出不到500米 就遇到村子里 有名的神婆 李神婆 据说这个神婆 功力了得 家里供着一堂子县家 什么四梁八柱 七星八斗的 反正这些专业术语 咱也不懂 总之啊 就是很厉害就对了 他看到我爷爷 气喘吁吁地 背着小叔赶路 便喊了一声 让他停下来 要说 小叔以前 数次闹怪病 都是请神婆看好的 可都是一些 小儿夜提 惊吓的小毛病 这次高烧 爷爷心里也有点发虚 心里啊 只是想着 先去医院看看 实在不行了再说 不过 这神婆威望大 让爷爷停下 爷爷呢 也只能停下了 把小叔的事情 和神婆说了一遍 说完就又要上路 李神婆说道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孩子这病 即便看也看不好 我看孩子头上 纸帽黑烟 像是撞了鞋了 你要信我 现在就赶快抱回家 我自有办法 爷爷原本是想着 先送小叔去医院看 可看到神婆此刻坚毅的眼神 再加上他过往确实帮了自己家不少忙 一时啊 也是举起不定 坚持去医院吧 感觉不好意思 就好像自己啊 过去受了神婆很多恩惠 现在反而不相信人家似的 也怕从此以后得罪了神婆 这不去医院吧 小叔这次的病 又实在是得得蹊跷 万一一个不留神 这这这我 爷爷背着小叔 仍旧是支支吾吾地说 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 李神婆看爷爷实在是左右为难 当场便对爷爷说 你等一下 说吧便跑回家去 取出一个瓷碗 碗中装满了清水 只见李神婆眼睛微闭 伸出右手 见直指天 口中念诵道 原始法旨在 要王遵旨行 三灾即可效 百病永不侵 无缝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念完之后 食指在水碗内 画了三圈 然后对爷爷说 赶快给孩子灌下去 爷爷也不敢怠慢 再说 这只不过是一碗清水 喝了也没有坏处 便在这神婆的帮助下 敲开了小叔的嘴 把这碗清水 给灌了下去 看香神婆 第二集 这说也神奇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小叔就睁开眼睛 恢复了神志 不过虽然醒了 可嘴里呢 还是不停地念叨 别追我 别打我 我不是有意的 爷爷一看此情形 立马就相信神婆了 马上回转头 把小叔背回了家里 神婆也紧跟在后面 到了家里 爷爷把大叔 从床上拎起来 生气地质问 让你照顾好弟弟 你是咋照顾的 你们今天到底干了啥 得罪了谁了 大叔看这情形 心里也是害怕 便一五一十地 把白天的事情 给说了一遍 原来两个小熊孩子 在野地里追猪打闹 跑着跑着 不知不觉 就来到村头的坟地 当时小叔就感觉 阴风阵阵 浑身大哆嗦 说想回去 而大叔呢 天生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 他就说道 这世上根本没有鬼 不信 我给你试试看 说着一脚踢翻了身边 一个坟头上的贡品 之后还洋洋得意地说 怎么样 什么事没有吧 听完大叔讲话 神婆是哀声叹气 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指着大叔说 嘿 你这小子 真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得罪了坟地里的野鬼了 大叔低下头 支支吾吾的 说自己知道错了 可是还是不明白 这祸明明是自己闯下的 怎么出事呢 却是地里呢 神婆笑着解释道 鬼 由人所成 人有的毛病 鬼大多也有 不是有句话 叫欺软怕硬吗 因为呀 老二脾气暴躁 头顶上咕咕冒着洋气 这野鬼被老二冲撞了 心里油气 不敢直接来祸害老二 只能挑家里人体质比较弱的欺负 爷爷焦急地问道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是得罪了谁家的祖宗啊 提反人家贡品 人家吃不上饭 不找你找谁呀 哎呀 这越说越气 脱下鞋就要抽大叔 这神婆拦住说道 咱们村子里最近呢 没有死人 那片野坟里住的呀 也根本不是村子里的死鬼 因为时间这么久 那些鬼早就入了地府了 要么地狱里打滚 要么投胎入了轮回 而一直徘徊在坟地里的 大都是一些孤魂野鬼 和坟地里的人家啊 根本没关系 这些野鬼就像人间的乞丐一样 得不到家人的供养 于是便专门到别人家的坟前偷吃东西 其实啊 也是可怜之人呢 爷爷又问 那怎么办才好 只见神婆二话不说 取出三只香说道 刚刚我那咒语 已经封锁了孩子的天门 邪气被逼出来了 不过那鬼不甘心 现在还没走 我先和这野鬼谈判 看他几个意思 说吧 取了香炉 摆在木桌上 插上三只香 点然后又吩咐爷爷 把家里的门窗全部关紧 别让半点风吹进来 然后便静静地观看这香的走向 其实神婆这里所做的 叫做观香 之所以这家里供奉仙家的 出马大仙 有被人称作看香的 就是因为这些人 有自己的一套手法 根据香燃烧时的种种迹象 就能测急短胸 或者与鬼神沟通 十分的神奇 不一会儿 这三只香烧的姿态 已经很明显了 只见那三只香 香火在屋里 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呈现出一副景象 左柱香回直立 而另外两柱香 互相瞧接着 爷爷盲问这是啥意思 神婆解释道 这种香叫做鬼魅香 鬼魅香 号召鬼怪 七日内必有灾 大人小孩不安宁 横市不来 灾病来 爷爷一听 感觉十分的严重 脸色都变了 气得直躲脚 嘴里念叨着 这可咋整啊 神婆却一脸神色自若地说道 这野鬼呀 是欺软怕硬的主 明明是你家二小子惹了他 他却只敢找这三小子算账 不算什么好饼 他既然怕你家二小子 那解灵还需细灵人 于是神婆就把大叔叫过来 吩咐他 不要害怕 心里想着自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想着啊 这野鬼欺负你弟弟 你这么忍着 还是男子汉吗 这神婆一边在不停地鼓动着大叔 大叔也是被说得脾气上来 气得破口大骂 什么鬼怪妖魔 有种冲我来 欺负我弟弟算什么 神婆夸赞道 好游出息 现在啊趁热打铁 往你弟弟身上啊 吐口吐沫 大叔依照神婆所教 从弟弟额头上催了一口 顿时弟弟一阵身吟之声 之后口中嚷嚷着一声怪叫 这声音根本不是弟弟的声音 竟然是一个苍老的老者的声音 我要吃 就让这小王八蛋 给我一脚踢饭了 现在还用洋火烧啊 你们这是什么讲理的呀 那神婆道 你孤魂野鬼 果然可怜 我家一汤子仙家 可以请你进来当个清风 从此 你也和我老仙儿一起扬名立万 再也不用坟地里刨石了 你说有多好 何苦偷人家东西呢 神婆说完 这家二叔又顿时昏了过去 神婆说没事了 果然一口温水灌下去 这二叔不出半个小时 就醒了过来 高烧也瞬间退了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